自今年1月开始 大批的叙利亚难民在短期内进入加拿大 另一些城市不堪重负 温哥华和沃泰华两个城市 已经向联邦政府提出 暂停接受政府担保的难民 继这两个城市之后 多伦多和哈利法克斯也相继向联邦政府呼吁 暂停接收政府资助的难民 因为各种资源 尤其是住房出现短缺 远远超出预期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嘉莲表示 继沃泰华和温哥华之后 最近多伦多和哈利法克斯两座城市 也向联邦政府提出暂停接受难民 不过这类要求来自一些难民安置机构 而非政府官员 难民大量入境 也令联邦移民部的工作人员疲累不已 他们需要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签发支票给难民 支付居住开销和其他生活所需 难民家庭的规模也有些让人意外 原来以为多是四口之家 现在看来难民家庭的平均人口为六人或者更多 有的家庭甚至多达八人 给这样大的家庭找到住处并非易事 本周二开始 温哥华市将暂停接收难民五天 沃泰华也因难民太多而宣布暂缓接收一周 多伦多已经提出暂停五天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暂缓行动只适用于由联邦政府全资资助的难民 两市仍将继续有私人担保的难民抵达 这些难民由于已经有担保人资助以及提供住所 所以给安置机构带来的压力相对较低 Foteo, the new generation Foteo E Range Hood series With just one touch you can see the extraordinary extraction it offers Foteo Range Hood, the extraordinary extraction Foteo Foteo